追逐连开了十多枪 新院市警方会从海巡人员 来到彰化要追气毒品通气犯 但是由于嫌犯拒捕的关系 就展开了飞车追逐 一路追到彰化涌进水尾路 才把车拦了下来 但是这名毒贩仍然是企图要拒主 还冲撞警方 犯案人员逼不得已 只好连开了十多枪 最后抓到一名嫌犯 也当场起货了500公克的安非他命 金钱过程就像是电影剧情的翻版一样 而由于地点还在涌进高宫附近 让不少学生都被吓坏了 白色休旅车被警方前后包夹 仍然不肯乖乖就范 硬是前后冲撞挤出一个缺口 企图逃逸 警方在现场连开十多枪试图制止 时间是上午接近七点左右 正是上学上班的尖锋时间 枪声大作 让附近涌进高宫的学生和家长都吓一大跳 接着嫌犯开的这辆现代车馆的白色休旅车 高速钻进永进箱水尾路开得非常快 后面是一部警方灰色针防车猛追 最后追到了永进水尾路 这处三合院民宅前面 是一处死巷子无路可逃 警方立刻将嫌犯拦截拖出车外 据了解这是新北板桥警方和海巡署远警 掌握毒品线报 清晨跨区道彰化埋伏 见歹徒开车现身正要上前围捕 想不到嫌犯拒捕冲撞 警方连开十多枪 逮到四十岁的蔡姓嫌犯 并且起货五百公克的安非他命 还好没有波及其他无辜路人 无人伤亡 只有追逐的警车毁损 警方已经封锁现场搜证 并且扩大追查其他再逃共犯 就在容貌 彰化报道